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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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 那發的有沒有什麼疑問 有啊 那我現在開始講 如果我現在考試考發的的話 那這個題如果一題五分的話 這個值得拿兩分 好 這個0分 OK好 那這個第三個題 第三題嗎 第三題嗎 第三題還有兩小題 他只寫一小題好 所以只拿一半 那題十分的話 這裡就拿兩分 這裡拿零分 OK好 就這樣 好 我們改一下喔 那哪裡錯啊 為什麼那麼嚴苛 我在講比較 第一件事情喔 我們在講畫圖 其實 既然是計算題 他就在考你畫 那你要怎麼畫啊 不是把答案給我 就像填中題 寫答案就好 畫的過程要寫出來 那你說老師 我怎麼知道讓你看到畫的過程 請問一下畫一條邊界 我現在寫的就是畫圖 畫圖要有的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要兩個點 一個叫做-1.0 跟0.2.2 所以你要把點描出來 那畫好之後 你的圖就畫好 那大圓的明明就是這條線 右邊的其一地方 那他有強調 要把這條線 再把它重複畫一次 OK 這是好的 所以他還有兩分 就是因為他的重複 強調 但是他最後沒有告訴人家 什麼東西 斜線為首 斜線部分文跡為首 把它寫出來 是啊 換你寫英文啊 用英文啊 英文的斜線怎麼講 那歪歪的線 斜線為首 OK 所以他會變只有兩分 是因為他只有畫 他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 這樣就夠三分了 那這裡呢 這裡的話他基本上 他就是沒有畫線 可以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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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上來偷畫的 你齁 好啊 就是那個3.2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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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個嗎 不用 我們知道 你就是偷過那些點畫出來 所以這附和語跟03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畫好了 那畫好之後呢 他基本上是線畫對 但是他的答案根本就是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那個題目跟上面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他沒有等於的理 但他畫起來跟等於理也沒什麼樣 所以他記得 我說過這裡要畫曲線 那我說過 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現在我認定 你白色的線都是鉗筆畫的 如果你用原子筆畫的話 那我們還有一點麻煩 那你就從原子筆開始就要畫曲線 好 那可是這次考試 我問過其他老師的意見 他們說算了你們小孩子也不懂事 如果用原子筆畫的話 我們還是以最寬鬆的方法給分 就是你有把曲線標示出來 那有那個原子筆的直線的部分的話 我就當作沒看到 瞎了嘛 就這樣 所以曲線一定要畫出來 如果沒有畫出來 誰知道你要畫那條線 然後畫好之後呢 還是一樣 你還是要告訴人家 曲線為所選 你今天在畫組的時候 基本上我說過 你可以用兩種模式來畫 第一個就是每一個地方都畫得很清晰 該有的就有 該沒有的就畫曲線 所以因為擔心你把該有的都畫出來 所以你一開始先用曲線畫 藥的時候再畫曲線 可是另外一種是為了你畫曲線 很快要浪費時間 所以就讓你統統用鉛筆畫 之後再用原子筆去把藥的答案描出來 OK 這樣 可以用原子筆畫曲線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只是說原子筆畫曲線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很想一口氣畫過去 再用立體來慢慢塗掉 大家會不會這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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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這次要 可是我要講一下 我給你那個要求 不是我在科求 而是你以後出去指考的時候 面對的樂卷老師 他可能會要求就是這麼嚴格 而是我們上次去改考學的時候就是這樣 對啊 OK 好 那我們再來這邊 那這個圖 這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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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比5 跟N-2Y 大小比2 我說這題如果10分的話 第一小比5分 第二小比5分 但第二小比已經沒寫答案了 所以就錯了 因為他問題歌詞點有幾個他沒寫出來 第一小比 第一小比 我不是不用寫 好不好 這誰寫 你好 哦 好 我不是不用寫喔 我怎麼可能那麼好 好算了 我等一下教我怎麼寫 好那第一個的話 為什麼他也是只有2分啊 第一個就是他圖畫對 跟他一樣沒有畫線找出來 所以你沒有畫線出來 這是橫沙 所以其實你要把N-1的線找出來 好 那基本上這裡我就不寫了 好 寫了 好 另外一個就是N-2Y-2 你要把這線找出來 好 那畫好之後這兩條線 那最好的情況的話 你可以幫我標示一下L1是誰 L度是誰 這條就是L1 這條就是L度 OK 好 好 那畫好之後 其實他的區域範圍 他其實畫的也不很 沒有很明顯 雖然他現在用紅色 代表他要的地方 好 但是他這裡還有一個很大很大 漏洞 那漏洞就是 一樣地方是對 你用紅線來畫你要的 但是最後其實我們會更關心的是 這個焦點你到底要不要 你說老師我講 然後實現焦在那邊 哇 可是你不用強調 你一定要強調這個點要不要 如果要請你畫 十星的點 十星的點 如果這一個點你不要 就請你畫紅星的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題目可以再做修改一下 那這個點可能就是不要的點 好 再第二個 你解出這條線 解出這條線 那這個點怎麼找出來 你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是解連力來的 所以我現在寫的都是要算的 都是要寫上去的 你要把解連力的過程寫出來 那你過程要寫多長 隨便你 反正有列出來就好 所以你要秒殺他也可以 上檢 上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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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所以你知道這個點叫4E OK 所以這個焦點要把它寫出來 而且這個焦點是唯一 也不是說唯一 就是說後來我們在線性規劃裡面 你畫出範圍的時候 這個焦點做標 一定要標示在你上 這個要求 有 有這個要求 老師 那在邊界上焦點 沒有要求就算 可是兩個線的焦點 一定要寫出來 而且怎麼找出來 要有算式 比如說老師看起來很簡單 或者是 老師我在找點的時候 就找到 那就是後橋 你還是要寫的不領地 OK 好這樣就行 那用好之後咧 其實還是要加上這句話 其實自己加 好那加好之後咧 那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那第二小題 今年的學 今年的指考 就考這一題 他也是問第一個線性規劃 第二個目標 第三個整數點 有幾個 他說正整數點 那 他作答 怎麼作答 你直接告訴他答案 那就跟前衝比別的兩樣 所以 你的作答方式 第二題的作答方式 他說 一個正整數點 有幾個 再點圖題上 畫好 之後告訴人家 4O.1 一個 這樣就好 那如果是寫一個的話 人家 他也會化掉 這著扣一分 因為你們要告訴的是哪一個 OK 因為我們是計算 如果他今天有三個 你就把他三個給作標都寫出來 這樣人家看得出來 就這樣 這樣可以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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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為什麼會突然從最快變最慢 到中間發生什麼 我也是講笑話 我 是你們在講笑話嗎 是他啦 他一定會拖 拖多拉拉扯我後腿 OK好 這樣OK了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範例式 還有範例文 好 那這些說我們就大概這兩題而已 這樣我們看範例式喔 那範例式要講之前啊 我們現在要把 線性規劃這些事情啊 不是線性規劃 而是劃分區域這些事情啊 我們要把它拉回到 其實你從 國中就開始在學 把區域描述出來的方法 所以我們一開始有告訴你說 你怎麼描述 數線上的區域嗎 所以你可以通過 然後s-2大於0 這件事情 去描述出s大2 描述出數線上2 左手邊的 六手邊的0 怎麼走 所以你知道 你從那個國小的 在國中的時候 就學會這件事情 描述一個區域嗎 OK 好 但後來呢 描述一個區域之後 我們會希望描述的方法 越來越複雜 因為你要描述的那個區域 越來越 被切割到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開始呈現出 比如說 你會不會找 這樣的區域 那這樣的東西的區域 是什麼區域 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就是它跟它相鎮 大於的比例 那我們就會找到一個東西 叫做負1 那這個負1跟2呢 我們利用正負正的東西 最後就找出 原來你要的區域就是 右邊跟左邊正的區域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就在我們高1上飛機的時候 就解決掉 這叫做二次不成事的話 那你用的技巧是什麼時候 它會是正的 那你的討論方法就是 把它等於你的答案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因為這整個 那個時候你的想法是這樣 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想 還是你只是背這個技巧而已 因為它是一個方程式 它是一個發霧線 這真的發霧線呢 開口向上 在N軸上會有兩個焦點 一個焦點叫做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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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個 我手 我手這個 有什麼聲音嗎 請看 請看VCR 這個時候VCR就會轉到那一個地方 OK好 好 可以摩擦到 可以摩擦到 好 你為什麼都注意一下 用西之末節的地方 你可以關心一下這個東西嗎 隨便 隨便啊 細之末節也可以 隨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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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跟我女兒 我女兒昨天在寫過考卷啊 我跟她卡在一個題目 我忘記那個題目了 欸我想一下啊 欸好 趕客一下 沒有突破防禮 好 我來繼續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在高一的時候 你使用技巧是用拋物線 因為y等這個就是拋物線 你發現呢 他這裡走會有兩個焦點 因為就是y代理 得到那兩個答案 拋物線開始向上 那你今天問我大1等0 其實就是要問我 y大1等0 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所以你就透過這裡 哦 y大1等0 就在s的上方 那你要在s的上方的時候 你s要代比會大 或者是比負比小的地方 所以就得到這個範圍 所以那是你高一的訓練 好 可是現在我們希望用 討論的方式去想他 所以呢 我希望你放棄 以前在講正負正那個方法 我們重新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你以前用正負正討論 可是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是畫一條書籤 那你右邊 要寫大為等力 還是寫別的東西啊 我先等一下再想 我們先讓他大為等力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 這裡會有一個點 這個負一 這裡會有一個點 就是2 那這個時候 這兩個點已經把你的數線 總共分成三個區塊 而這三個區塊 有一個區塊在這裡 而這個區塊 你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n座標帶到這裡來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數 證數 為什麼 因為他比的還要大 再進去加一還是證數 啊減掉後 還會是證數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裡就是一個證數跟證數 撐起來 它會形成一個證區 所以你開始在討論 那如果你的s 帶負一到二之間的數字 進去了 你會發現他加一還是證數 為什麼 因為比負一大 所以加一還是證數 可是比二還小 所以減掉後來會有的負數 所以比證一負相成 最後得到負數 所以你在看觀察 所以用這個區塊 你發現這裡的數字 帶進去 這裡會是負人 這裡也不會是負人 但是負成負位會得到證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問我說 到底帶哪一個區域進去相成 會得到證數 所以你就會告訴人家 這裡跟這裡 你就會形成這種討論 最後的結論 OK 所以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OK 所以我們開始要學會討論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巴基斯這一題 在這個題目的話 直接用黑板來看就好 好 這裡有兩條線 那我也希望說 找到他們兩個相成小於等於 的N波標跟外圖標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老師這是要找什麼 找到一個點 他帶進去可以滿足相成小於 那以後開始 老師那我帶11好不好 11帶進去的話 這裡是多少 2阿 所以說1阿 2-0等於1阿 1加2等於3阿 所以他找到證數 阿那邊帶進去也是證數 所以證成證咧 小一個一個地方 沒有他沒有幫助 所以這個給我不要 欸你可以這樣慢慢走 可是請問一下 一個座標明明上的點 有多少個 很多個阿 你不可能找完他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開始想 那我可不可以讓 那個什麼 區域的分割來幫助我 找到我要的答案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 執行區域的分割 喔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畫圖 那什麼分割咧 你看一下喔 我們剛才的分割是利用 請問一下在哪一個地方 會讓他等於0 那那個地方的右邊 就會讓他等於真數 左邊就會讓他等於複數 所以我們就找到等於0的地方 就是-1 那這個時候欸 只要他右邊的範圍 帶進去都會是真的 左邊等於就是複的 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等於0 2的時候 那2的右邊帶進去都會是真的 左邊等於複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它區分來的 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利用s 2s-y加2等於0 把座標裡面分成兩個區塊 再利用s加2y加3等於0 再把裡面區分成兩個區塊 那把它圖層顯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訪問 OK 所以我們請先來畫圖一下 我們就要畫一下 小朋友 三個我要畫的就是線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阿對 這邊 預告一下 那個新的獎益還在 下下禮拜要送 所以 阿妹阿妹阿妹 講一天好而已 那個 插圖還有封面阿 有想要訪問趕快給我 什麼畫BL 沒有 OK OK 那又沒辦法 我會把他多畫畫長 連這個都知道 餵娘是什麼 搖家立是你的嗎 他現在是女的賴的 像我嗎 if 那 issue 像我嗎 952 好 我想好像女生 generating 你你想太多了 想跟 SKGO M when you made commission M dex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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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MASJJ 不是說什麼話 我說MASJJ是數學JJ 啊他一定要把它唸成MASJ MAS MAS 所以可以拿數學 SO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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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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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下下禮拜一 這誰啊? 這是二十五個二十五個 二十五個二十五個 這是誰啊? 這是名字的港修 你扣了,你扣了 誰啊? 唯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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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消耗還蠻好笑 唯里安 唯里安 唯里安的舅舅 唯里安是誰啊? 就是那個王老婆 不是講什麼 我以為她們長得那麼像嗎 我以為她們長得很像人的照顧 我以為她們長得很像人的照顧 好 我不來看這裡 我以為她們長得很像人的 我以為她們長得很像毀 你笑得很像什麼 誰啊 老闆姐老師你知道你穿過一樣錢 哈哈哈哈 他自己穿過一樣 欸這個這個我有聽那個爛名字比較厚 但是他說你穿有多樣子 可是他舉個言氣不掉跟他兒子的話 他就說怎麼那麼誇張 蛤 再提什麼 提個真話 很可愛 他 我怎麼講他輪子 他就說 我講他比起來比起來 哈哈哈哈 蛤 蛤 他就寫成白膠了 蛤 你不是吃 你不是吃 來著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挖洞給你去跳 是不是數起來我是叫我 我就給他媽 來我看一下 好這有個教點齁 要把它找出來 好那今天這題是圖檢 那圖檢完呢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今天這個區域就畫好了 那第一條線呢 因為 他一定要把加二移到右邊去嘛 所以 也差很多管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給他畫一下顏色 欸 你喜歡這種顏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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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啦 瞎了 OK好 那另外一條線呢 我們就 白色 吵死了 不是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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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對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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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它消失了好 看一下 今天你要的東西是 這樣等於你的線嘛 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其實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條線呢 它A座標是 係數是正的嘛 所以在這條線的 右邊的區域 區塊 每個點座標都是正的 它左邊就是負的 可是 這個時候藍色拿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藍色 係係數也是正的 所以它右邊也是正 左邊也是負 可是 如果兩個區域都一起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區塊對綠色來講的話 它帶進去會是正的 但是對藍色帶進去也是正的 所以這個區塊就是要正乘正 不是正乘動 正乘正 好 這個區塊對綠色來講是正的 可是對藍色來講是負的 所以就會產生什麼 正乘負 所以叫做負的 這裡咧 它的綠色是負的 對藍色是右邊是正的 所以負乘正 是負的 這裡咧是負乘負 就可以正 OK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透過這兩條線 就把你的座標平面上 畫成兩個區塊 四個區塊所做 兩條線畫成四個區塊 而這四個區塊 透過我們分枕式的介紹 右邊 因為看 相係數都是正數 所以右邊都是正 好 藍色也是正 綠色也是正 所以人家兩個畫畫相成就是正成正 這樣可以喔 好 所以咧 我們通常會希望 這個時候 我們會寫出這樣一個東西 因為有綠色這種藍色嗎 這個區塊對綠色來講是正的 對藍色來講也是正的 所以我就把它記不下 好 那對藍色來講的話 這裡咧 是甚麼 也是右邊也是正的 可是對綠色來講是左邊 所以是負的 那這個區塊咧 對藍色來講是左邊負的 綠色來講也是左邊是負的 所以最後的總結我們可以把它撐起來 所以得到它是甚麼 正數 這是甚麼 這是負數 這是一個正數 這是一個什麼 負數 那你今天要的是一個甚麼數 負數 老師還有等於你等下再討論 所以最後咧 你要的範圍就是撐起來能負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這個地方找一個地方 好 那因為我們要提供情況來正數 最後找一個簡單的點 叫做負2豆腿2 負2豆腿2 負2豆腿2帶進去 是不是會一正一幅 相乘出來會一施負 所以我把負2豆腿2 這個點頭不要帶進去 所以負4加2 減2再加2 要再負4 所以是負4 是負數 再來負2豆腿2帶進去 負2加4 負2加4等於2 2加3等於 這是正數 所以負4乘以正5 有沒有等於小一點的數 有 所以你看到這個區塊的每個點 都能讓你撐起來是五的 那藍色剛好是前面的線 藍色是後面這條線 綠色是後面前面那條線 OK好 所以我們的統計解放 就得到了 就在這裡 那還有另外一個區塊在哪裡 在這裡 而且好了 但是今天你要的東西 還包含等於林的地方 那等於林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邊界嘛 因為邊界的地區就是邊界 這裡也是邊界 這裡也是邊界 那我說過這個焦點 如果要就要把它找出來 這個點都不要之前 你要解點就把它找出來 那我不用解 因為 點 1.4 負1.4 負0.8 也 電腦幫我算出來 OK 所以答案呢 斜線部分幾位所求 這樣可以接受嗎 OK 看一下喔 好 這個會找囉 好 這個會找囉 接下來我們要看找 下一個破壤了 等一下我們看泛溺 看範圍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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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範例5A他叫我們去畫出這個圖形 去求他的面積 所以就開始越畫越複雜 那越畫越複雜這件事情 我們從我們會畫不等式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挑戰兩個 這個層在一起的不等式 我們稱這個叫做高次不等式 而且這個高次還多了一個什麼 問之數叫做Y 所以我們稱為這個叫做二元高次不等式 所以這個壓密子寫下範例4 叫做二元高次不等式 二元高次不等式 那你高一的時候選擇一元高次不等式 只有一個位置左右 那二元以上的話就比較麻煩 那再來下一個我們要畫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絕對不等式 有絕對值啊 那有絕對值呢 基本上就造成我們畫不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題目欸 講實在畫不太會畫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都不太會畫絕對值得數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畫 所以我們在畫絕對值得數的時候 都是通過什麼 討論 所以來看一下 怎麼討論 你要用這樣子畫 怎樣 好 憤怒 你要把他 這兩個聯力不能時候 你先把他分開 分開成第一個 跟第二個 他個別都畫好之後 我們再去討論 他們聯力的感覺是什麼 聯力就是共同的交集嘛 因為我們有絕對值已經很麻煩了 你還 還兩個要寫聯力 所以我們就個別討論 所以我們來分成兩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 請把這個字畫出來 第二個題目 請把這個字畫出來 好 那我們再看這兩個圖 怎麼樣去找交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怎麼畫 好 我們要畫這個圖喔 基本上喔 我們想法是 有絕對主我根本就不會畫 那怎麼樣去把絕對值拿掉咧 我們就只能透過什麼 討論 討論 所以我們接下來 這個題目的解法 基本上是一個 以討論為主的題目 所以要透過討論才能算 所以討論的時候 不要還是那個討論的過程 討論也是一種解法 那討論的時候的技巧 是在於這個 你討論絕對值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去預測他的行為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 絕對是拿掉的時候 他會發生什麼事 我說拿掉就不用管他啊 你口罩就管他 是不是拿掉加符號啊 因為國中告訴你 絕對值拿掉可以加符號 這樣才能打球 對 但是那個時候裡面的數字 是一個什麼出來 複數嘛 是不是我一直是 我說拿掉加符號就是 沒有什麼有符號的東西 所以才會絕對值去掉加符號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來做 討論絕對值拿掉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兩種方法討論 第一種 就是說這個絕對值是有用的 第二種就是這個絕對值是沒用的 而絕對值有用跟沒用 完完全全取決於裡面的東西 如果是一個證數獲利 基本上他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討論法就是 這兩個絕對值都是沒有用的絕對值 好那第二個討論法就是 第一個絕對值有用 因為他是小異 第二個絕對值是沒有用 因為他大陸 第三個討論勒 是第一個絕對值沒有用 有用 第二個也有用 第四個討論勒在討論什麼 第一個絕對值其實是沒有用的 但是第二個絕對值是有用的 老師為什麼你說這個叫沒有用 因為他是證數過0 你看那個絕對值有沒有都沒差 就是這樣 你看他帶一個3 絕對值3 沒有絕對值還是3 ok懂你是嗎 好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討論 其實就討論出四種變化 這四種變化你排列組就學過 有用沒有兩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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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而出來有二二的四種變化 ok 其實你記住喔 你不要說老師這個文件 那你一開始就討論向線就好 對我也知道他最後是向線的討論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是向線討論 你是這樣分類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有另外一個題目 會讓你看到你沒有向線可以分 ok好 那接下來我們畫圖是要討論的 因為你知道他對稱嗎 不知道 所以你是用討論最後才得到結果 所以這個討論就變成 既然你已經確定了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就開始絕對值沒有用就拿掉就好 所以你只要寫這個不能吃就好 在這個條件之下發生這件事情 還有在這個條件之下 你會發生什麼事 去掉要加符號 後面是沒有用的 這個呢 去掉兩個都是負的 所以去掉都要加符號 所以就變成負了-2y 小燕斯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s沒有4 但是後面那個y去掉要加符號 所以變成-2y 小燕斯 所以最後你總共會畫出 1-2-3-4 4個不等式的區域發文 好 你會開始畫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畫吧 我就是去用電腦畫 加了一個區域發文 先等我一下 第一個叫s加2y.4 好 畫 要先用畫 這個是2s加y s加2y等於4 那你今天是要小於等級嗎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在這條線的哪一邊 左邊很好 左手邊的話就有一大片這個東西 有這麼多耶 可是後來你發現老師我沒有要這麼多 為什麼 因為這個點就不是在我討論的範圍 因為你討論範圍在哪裡 你在這裡 這裡讓你感覺到你要在s大於等級 跟y大於等級的時候 才會在這條線的左邊 所以最後你只會留下中間這個區塊 OK好 那我今天就不 不在這個布幕上面畫上去 OK 所以接下來的動作 我們就把其他線都轉出來 好 所以下一條線 叫做s加2y等於4 就這條線 好 那這條線的話你要的在哪裡 你要的區域在這裡 這裡的話是s小於0 跟y大於0就在這裡 第二項線 那你要的是這條線的右手邊 還是左手邊 可是這個時候左右分別的話 要看s係數 i係數是怎麼負的 所以就該他們變到 變成右手邊 所以就變成這個地方 靠這裡 所以我產生了這個三角形 還有這個三角形 那其他意思類推 你就畫出了一個什麼 臨型的區域嗎 所以其他話號 就等到s-2y等級 s-2y等級4 然後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s-2y等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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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能得到 原來他的 就在這個區塊 但是 分別一個一個討論 這裡要這一塊 這裡要這一塊 而這裡的時候 因為他是-s小於 負的小於 反而不是左邊 而是右邊 所以他要是這條線 這條線小於的話 這個地方 錯 沒有 沒有這條線 這條線的話 本來要左邊 小於的話 左邊 可是他s係數是負的 y係數也是負的 所以他剛好就會走相反方向 所以就往這邊 這沒錯嘛 好 那最後一個 s-2y等級4 s-2y等級4 s-2y等級4的話 s要小於等級4的話 那就在左邊吧 s左右分 那s係數也是正的 是正的 所以小於的話就在左邊 就畫好 所以就這個離奇內部區域 就全部畫好 所以第一題的圖 就畫好 就畫好 可以 就在美方上 要把它呈現出來的話 就下個紀錄 然後看一下這個紀錄的話 他閃分的就是 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題他要的範圍就是在講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執行第二題啊 那第二題他要討論的是 另外一個組啊 是要講2A絕對值加Y 絕對值 要大於等級4 要大於等級4 那一樣啊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這個絕對值我其實很愛 所以你就想辦法把絕對值去掉 所以你總共也生成了四種討論 好 那這四個討論的話 因為生成 也就是X大於0 Y大於0 那S小於0 Y大於0 跟S小於1 Y也小於1 最後呢 S大於0 Y小於1 這討論 所以要討論的範圍 一類對 好 那這邊的話我就直接寫 好 所以好 隨機箱我們就直接換 所以我們要討論 馬上去 我前面的線 不要 我現在 我現在把它拿掉 好 所以下一個 是 -2S 加Y等於4 好 另外一個是 -2S -Y等於4 另外一個是 204 -Y等於4 好 就好 好 所以這個呢 其實畫完是要線的 在這邊 再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好 但是你要先想好 你不要因為上一題的經驗 讓你覺得這一題的感覺 跟上一題要一樣 上一題有沒有讓你感覺到 他是在臨行的內部 可是這一題呢 你可能會因為上一題的經驗 所以如果畫出來就是臨行 所以內部 不是喔 因為你看一下第一個 你要的是這條線 在第一項線裡面的大於4 那就是這條線的右手邊 因為S系數也是正的 Y系數也是正的 所以右邊或上面 所以要的是什麼 這一大片 這一大片的地方 OK 好 這裡要的是這一大片的地方 這一大片的地方 就是不要臨行的內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最後呢 你要的就 後來突引出來了 現在這個例行 內部無腰其他外面都要 所以他就會產生新的範圍 就是在講這個區塊 所以黃色這些區塊 才適合變成說第二個 絕對只不等式他要的範圍 好 那這個時候你要的是 這一個不等式的範圍 和那一個不等式的範圍 的什麼 連地吧 連地就是找交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往出他的交集證 這兩個連地在一起 黃色跟白色共同都有地方 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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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黃色都有地方 就在這裡 所以最後答案 紅色區域集會搜尋 OK 所以這題就交往 好 那這個題目呢 討論的過程呢 我只是希望透過 你可以慢慢的去討論 慢慢的找出這件事情 這樣我們才能去解決其他的問題 他不是說 老師我剛剛這個 我知道他要對稱什麼 沒有啦 我跟你講 一個好的題目 他沒有那麼快 就讓你眼洞穿 但是對稱 那因為今天這一題是簡單的題目 所以一看就知道 是上下左右對稱 所以我今天 老師我會選擇 在第一項目 算完之後 答案就收工 因為重新複製貼上 就好 可以 可是我等一下下一點 對不起 你只能學學我這樣子 慢慢算 OK 所以遇到這個題目的 機會很低啦 可是我們用這個題目 來訓練一下 大家討論的方法 左邊導入碗 左邊導入碗 右邊導入碗 客製畫圖 兩個人交付在那邊 就跑不到出來 這樣可以去找嗎 好 那找到之外 你就告訴人家說 紅色斜線區域 舉回首求 OK 這樣就結束了 好 那他第二小比他問你說 他的面積是多少 那紅色這個面積是多少 我想應該不難算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長度很夠難 他這個交點多標 好像是在2分之3 跟2分之3交界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2A加Y 跟N加2Y 跟N加2Y 等於是解決的地方 就可以找到交點 所以你就用2分之3 去算 不是喔 是3分之4喔 對 3分之4 好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高 就是3分之4 好 3分之4的話 那底乘以高 除以後 所以2乘以3分之4 除以後 就是一個小塊的 但是他現在有幾塊 他有4塊 所以乘以4 然後就約掉 所以大概除了3分之16 寫線部分面積就是3分之16 好 可以看一下喔 還好 好 好 那他第二小題 我就是留給你自己一句話喔 那總共 下來我一直在找 這個題目的變形喔 請你把它變一下 好 就是說這個題目 他以後的變形會是什麼 請你自己看一下喔 好 且四 су 蛤 蛤 蛤 這 kung 我們去鄉承小一點的利益 不是啊 那個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補充第三題就是 如果題目如果變成這樣的話 他這一個題目 畫出來會是什麼 他面積會是多少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這個問法的話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範例五 跟我們剛才講的範例四結合 我們剛才範例四在講 兩個方程式鄉承的不等式 現在教的是絕對值的方程式的不等式 現在把絕對值的不等式 跟絕對的不等式又乘起來 這不等式會是這樣的 所以他討論其實跟剛才很像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就再去討論 看看喔 OK 好 現在有請客囉 欸 今天一定要選賽 只要把跨了 來 其實剛才我們原來的題目畫這個地方 今天這個是 才會檢視小於0 檢視大於0 所以代表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一個負數或0 這個式子是一個正數或0 請問一下一個負數或0 跟一個正數或0 鄉承有沒有小於0 有啊 我要答案不就是要這個嗎 想像 我是要這個 所以當今天你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請問一下這是不是我的一個選擇 是嗎 好 但是問題來了 請問一下我的選擇 一定要是負數我正數嗎 我可不可以換成正數我負數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圖形就會改成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0 我也要 所以他的問題 他的解法 一三比的解法就會變成 這個情況 看一下 瘋狐狐狸突然 這個情況 或 這個情況 請問一下你要的辨識 是不是就變成這個情況 或這個情況 就是上面這一筆的答案 你聽懂一下嗎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一個這樣的式子 而且你還把他承開 那就是我們找死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可能把他承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透過前陣後附 或前附後陣 相乘回復 這個特性去把它寫出來 所以就變成這個 這兩個題目 而你剛才已經解決了一題 你還剩下一題還沒解決 那這一題 請問一下要解決方式 其實是不是可以減線成 那減線成就是 當你現在要改成減這一題的時候 其實把他移過去 其實就是這裡大於等於是嗎 所以這裡變成全部都改成大於等於 那你剛才已經得到這個東西 要的是一個菱形內部 所以這樣一改變之後 就變成菱形的什麼 外部 剛才那邊得到的是菱形的外部 現在是不是會改變變成菱形的內部 所以這個時候 再拉回來 剛才要的黃色的外面 現在變成黃色裡面 剛才要的是白色這個裡面 現在變成白色這個部分的外面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多出一個區域 那個區域就是這裡 OK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又可以看一邊黃色一個 比較判斷 對很像手裡線 中間是沒有要的喔 中間沒有要的喔 對啊 OK這裡還有一支 你看他丟出來的手裡 你看好 搭配的真棒 所以我負責懇責 看好 好 所以請看一下 欸 那這你就畫出來 所以一個題目阿 他最後他可以再去跟別人組合 組合成新的一個題目 齁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第三條你自己要看什麼 好 這樣可以嗎 OK齁 可以齁 還好 你反正哪個都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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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更難的 哈哈哈哈 你有話 好那接下來第二題 這一點我沒有要講 我請你自己做 那這一點我要跟你講的是 沒有一個人可以一次解決 三個不等事 沒有人 除了我有沒有 你不行阿 因為你從以前 學三段事的話 都是把它做成什麼 你都只能這樣子解 哈哈哈哈 都不用在幹嘛 你只能解決這一個阿 解決完之後 再去解決誰 再去解決這一個阿 所以你一次只能寫一個圖阿 那這個圖阿 這個要畫的時候 又很好畫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執行什麼動作 討論S就好 這個要討論的時候 也是討論S就好 所以這兩個圖畫完之後 中間請問一下是用起還是貨 起還是貨 所以你那個題目其實就變成這個題目 且這個題目 這樣就可以畫了 OK這樣可以 好那 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 那解決完之後 我再告訴你他的面積就是 如果我們原來的題目的中間這個Y 我加了絕對值 他會變成什麼題目 如果中間那個Y加了絕對值 他會變成什麼題目 變成上面這一個題目的題目而已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只會讓你看 其實他們都是輸準同規阿 差不多都是這樣而已 看起來的樣子不一樣 但是死掉之後 就是差不多了 你可以把它分緊一下就好 OK就好 好 那這個組合我會教一下 你用電腦畫 電腦畫這個組合很快 我剛才有講 交出來之後 就這樣 伏要發本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去 就是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這裡有一個背標 好 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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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